接近晚餐时间 高雄有两家餐厅 推出超便宜的吃到饱 价格全都300块有着 肉片把烤盘铺好铺满 被高温逼出的油脂滋滋作响 也把猪肉煎烤的外表焦黄 飘出肉香 消费者大口的吃 尽情的嗑 不必怕荷包大缩水 觉得蛮滑的来的 对 它给的份量都是蛮多的 因为它蛮厚 然后吃起来蛮有饱足感 客人点了一大桌 猪五花 猪梅花 还有鸡腿等八种品项 随便你点 299元就能吃到饱 但也要吃得巧 吃越来越咸 这个东西有顺序 你先吃原味肉 晚一点再吃 又咸一点的香肠鱼板 桃锅上跳动的蒸蛋 是韩国传统家常料理 还有烤肉必备的生菜和泡菜 也随餐附赠 绝对超值 来到这家海鲜烧烤店 每一张桌子的烤炉上 全都是当季生蒙海鲜 客人火力全开拼命吃 磕磕和虾壳都快堆成小山 一直吃 吃到不想吃吧 吃到撑这样 这是吃到饱的 我应该会一直吃 吃到吃不下为止 消费者霸气宣言吃到撑 因为鲜蝎 虾子 小卷还有蛤蜊 四种海鲜299不限时吃到饱 挑战你的大度量 外面餐厅的话 他们的吃到饱都是有用餐时间 那我们这边跟别家餐厅比较不一样的是 就是我们吃到饱一律都是没有用餐的时间限制这样子 疫情爆发后物价节节高升 CP值高的吃到饱成了民众经济压力下的小确幸 记者刘恩发 郭旭辉 综合报道